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会上 就国际刑事仲裁法庭 针对于 美军在阿富汗的 行为的做出的裁决 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首先说一说 国际刑事仲裁法庭 究竟做了一个怎样的裁决呢 这个裁决是这样说的 他说 美军在阿富汗战争期间 涉嫌犯有 反人类罪 那么虐待 阿富汗的战争的囚犯 因此 该法庭授权 对美军的行为 进行调查 这个裁决 首先我们要注意两点 第一 该法庭说 是涉嫌 美军是涉嫌 进行反人类罪的虐待情况 也就是说 该法庭并没有 对美军进行定罪 只是怀疑 第二 该法庭是授权 第三方进行调查 也就是说 该法庭并不是 自己要亲自去调查 而且该法庭并没有指明 授权谁进行调查 那么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法庭的 做出的这个裁决的内容 那么在接下来 再看看蓬佩奥国务卿 怎么说的 蓬佩奥国务卿说 我们认为 这个裁决 罔顾事实 毫无根据 对美军 在阿富汗的 采用 战争的手段 对阿富汗的治安 对于整个重要的和平稳定 所做的这个贡献 可以说呢 治乱网文 也就是说 他们这个裁决呢 完全就是呢 这个对美军的一种污蔑 这是蓬佩奥国务卿 主要的这个观点 那么 蓬佩奥国务卿 直到我们看到的是 他最后还说了一点 他说 我们不承认 这个国际刑事仲裁法庭的存在 因为这个法庭 本身是非法的 美国不是他的 会员国之一 说得很清楚了吧 其实 蓬佩奥国务卿说的 这点是事实 美国呢 根本就没有加入过 什么国际刑事仲裁法庭 所以说 从司法管辖权上来讲 美国呢 并不受这个法庭的司法约束 所以说呢 这个法庭所做出的 针对美军在阿富汗的这个行动 这种这样的一个裁决 对美军是没有约束力的 而且也是无效的 而且蓬佩奥国务卿还指出 这样的裁决 有政治动机 也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形式的 一个单纯的调查的裁决 而是背后 出于呢 对美国的战略利益 国家形象 政治利益等的 不正当的一种 要求和索取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国务院呢 坚决的反对 这样的一项裁决 并且呢 这个呼吁国际社会 擦亮眼睛 要看清楚 那么美军在阿富汗 所采取的行动 都是正义的 而且呢 是要本着 基于维护阿富汗的和平稳定 促进阿富汗 民族和解 尤其是在打击塔利班 恐怖主义行动上 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那么 这个新闻呢 我就为大家呢 基本的这个面貌 我们就为大家讲完了 这个新闻呢 衍生出来的背后啊 中国的这个表现 非常有意思 中国政府的喉舌 中央电视台 也就是他的这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部分 他的新闻联播呢 哎 播出了这个新闻呢 到了这条新闻呢 到了新闻联播那里 哎 就变了样子 新闻联播怎么说呢 他说 最近呀 国际刑事仲裁法庭 对美军呢 做了这个裁决 认为美军呢 这个涉嫌呢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 犯有这个反人类的罪行 虐待囚犯罪行 将对其进行调查 好了 新闻联播就这么一句话 就说完了 然后也配了一些 阿富汗当地的图片 还有美军的一些 影像资料 这个新闻 如果你只看新闻联播 中国的老百姓啊 如果你只看新闻联播 你得到的结论就是 哦 美军虐待囚犯了 你看看 国际社会呢 都要对什么 都要对美军进行调查了 美军啊 是大大的坏蛋 这就是新闻联播 断章取义的一点 新闻联播却并不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对此的驳斥 以及 美国事实上并不受 这个国际刑事仲裁法庭的 司法管辖群的约束 新闻联播没有提这些东西 而且 新闻联播没有提的是 国际刑事仲裁法庭 这个本身 它本身是什么 一个非法组织 或者说 它如果是合法组织 它的会员国里边 也不包括美国 也就是说 你不能对美国的事务 进行这个管辖和司法裁定 你是不具有司法管辖权 对美国 对美军 所以说呢 国际刑事仲裁法庭 这样的裁决呢 其实正如 蓬佩奥国务卿所说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呢 他是受到了 美国潜在的战略对手的 这个 一种唆使 在这些对手的唆使下 那么国际刑事仲裁法庭 出于政治的目的 对美军呢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裁决 那么 所以说呢 这背后呢 那么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究竟是谁 自始不言而喻的 所以说 在维护民主 和平 自由 以及世界真正的公正的路上 其实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很多潜在的对手 都在对这样的一个 全人类共享的价值 发出挑战 让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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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